让我回到这里 别让我回到这里 因为平时都是我辅导他的作业 就放假了我让他爸爸来帮帮我 因为我可以更好的唱歌 老二没想到他几个字就写了三个小时 他爸爸就彻底受不了了 最后孩子也没有写 因为他太害怕了 然后就到床上睡着了 平时他爸爸都是快乐教育 很温柔地蹲下去跟他讲道理 现在他终于体会到 我辅导孩子学习的痛苦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